陳吉仲絕對不會是他喜歡的 陳吉仲是英系的 對不對 其實清德中最討厭就是英系的 我覺得現在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那去年前年那些 幫超師辯護的那些民進黨的人嘴臉 那些人現在在立法院 很多 你說當時 超師這個東西有多詭異 這詭異到一個不行 那請問一下陳吉仲 林聰賢 你們當初都沒有監督嗎 我現在不講你們有沒有涉案 有沒有拿錢 但是你都沒有去監督這個過程 這過程這麼的荒謬 尤其是但這個事情是全國矚目 然後還可以在你的眼皮底下 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你不是非常失職嗎 所以清德中他處理陳吉仲 我覺得他一點壓力都沒有 反正用力處理 反正還可以證明說你看 我們在處理沒分藍綠的 就算是這個小英的人 我也照樣處理不 我就說啊 這個劍子誰太清楚了 為什麼因為最近小英不安分 你知道跑去找陳其邁 身穿什麼身穿英系戰袍 那我就想到哇那處理一下超師 為什麼因為超師的最終負責人 就陳吉仲 陳吉仲就是小英男孩的經典代表案 這個超師這次弊案呢 最後續產會一個專員50萬交保 超師負責人 負責人的200萬重金交保 被認為說呢是這個什麼 有圖利的嫌疑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是 那個量財啊 負責人叫林怡龍 王朝輝這些人 那林怡龍也100萬交保 而且呢 秦宇喬不只交保 還限制出境出海啊 所以看起來涉嫌重大 那還有呢是這個 續產會呢 據說連那個 這個誰啊 張經緯 序牧師的司長張經緯也被這個約談 而且也有人講說 陳俊濟也有被約談 那到底有沒有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因為這一次其實保密等級 還算是蠻高的 那這個續產會前執行長 陳忠欣也被約談 他當然陳忠欣目前還在 還在農業部裡面啊 ok 好 那這個案子呢 最經典來導播 千呼萬喚死出來 導播來來來 我們帶一下這個人 這是誰呢 這個是秦宇喬啊 終於啊 哇長這樣 終於啊 終於我們看到秦宇喬 長什麼樣子啊 哇把他放大一下 我現在把他放大一點 你知道原本 只有誰看過秦宇喬你知道嗎 只有那個國稅局的那個承辦員 為什麼 因為他當時他去恢復使用發票 所以他一定要去簽名 那為什麼之前 那時候大家在推估說 他大概八十幾歲 看起來應該是七十幾歲 看起來好像 對啊 大概七十幾歲 然後終於出來了 可是據說實際負責人可能是他女兒 但他女兒現在滯留日本 也找不到人 因為他有日本的國籍 沒錯 所以這個雖然不是爸爸的爸爸 但大可可可能也很難處理 那總共的偵辦中是講到超市 圖利的三千八百萬的服務費 將進口產地改標為台灣 浪費兩億 銷毀五千四百零二萬顆雞蛋 那包括罪名包括圖利 詐欺 賭職 衛造文書 虛偽標記 違反食安法 那全案當中 這個一人分飾三角 以一條龍方式處理雞蛋進口的 是秦宇喬的女兒 叫做吳玉菲 那因為在日本就沒有盜案了 哇這事情 來來來來來 這個超不可思議的事情 終於要揭開真相了 可是大家很疑惑的事情是 清德中這時候出手查自己人 還是這些人不是自己人呢 你怎麼看 對清德中來說 他都沒有查 因為他可以就是說那時候前朝的事情 用力查就對了 查得越用力我權力越好 對 第一個就是說他可以除掉他不喜歡的人 反正那時候前朝的事情 陳其中絕對不會是他喜歡的 陳其中是英系的 對 其實清德中最討厭就是英系的 對 對呀 大家都很清楚嘛 所以陳其中沒關做啦 滾回中心 對啊 那個 據說邱泰源也是英系的 邱泰源現在應該也蠻害怕的 邱泰源跟賴清德 還有一點私人關係 因為他是醫師嘛 醫師 所以他是他的老師輩的 可是你看出事喔 你就算國師也得照樣出來道歉 欸 那一天清德中都不給他面子啊 真的不給面子啊 晚上見面直接取消欸 超狠 對啊 沒有在跟你客氣 然後你看邱泰源出來一副頭雷雷 欸 他真的是他 等於是他 當時有說嘛 所以邱泰源是他老師前輩 就是老師 管理老師前輩 只要是 對 就是暴君嘛 暴君哪在乎你啊 就處理你啊 I don't care you好不好 好不好 而且那個 邱泰源 邱泰源那天本來晚上也想要取消欸 後來我覺得是有被逼得要去道歉 這是題外話啦 所以清德中他處理陳其中 我覺得他一點壓力都沒有 反正處理 用力處理 反正還可以證明說你看 我們在處理沒分藍綠的 就算是這個 小英的人我也照樣處理 他反正建立這個形象嘛 那 但是就是說 我覺得現在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那去年前年那些 幫超師辯護的那些民進黨的人嘴臉 那些人現在在立法院 很多啊 你說當時 超師這個東西有多詭異啊 這詭異到一個不行 對不對 這個細節 大家都非常清楚嘛 立在目嘛 這今年才開始講那個日本彈 去年那個巴西彈有多荒謬 荒唐到幾點 而且還從疫區來的 我還去查了其中兩個農場的疫區啊 疫區 對 疫區的省份啊 而且是巴西當地自己都把它刮成疫區了 那一個就是安全問題嘛 就是說你到底食安有沒有把關 那其中還有牽涉到改標嘛 對不對 明明就是說它一個月 那個標讓人家吃到過期彈嘛 這還是食安的問題 另外就是圖利的問題啊 就是你為什麼進口了八千多顆蛋 然後又銷毀四千多萬顆 進口八千多萬顆 那那個銷毀又要一筆錢 就是你會 這個過程真的很荒唐啊 真的很荒唐 那在立黨一直打一直打 民進黨每一個都出來洗地 沒有啊 有的話去 有的話 一副就是有的話去弄啊 那怎麼 如果不這樣做你們也會罵啊 不這樣做你們就會罵說什麼沒有蛋啊 然後這樣做的時候你們又罵浪費啊 藍白不讓人民吃雞蛋 那所以有弊案不能講喔 好那去年大家講說有弊案 現在檢調確實 確實 檢調放出來的消息 有好幾件事情就讓你們覺得很 就讓大家覺得很奇怪啊 第一個就是為什麼他們 有價差嘛 為什麼成立超市之後 報的價會比之前的價多嘛 所以檢調現在就是說他們有一倍以上嘛 然後再來就是你有沒有圖利 因為這個案子現在看得出來是 是那個吳小姐 就是沒有盜案那個吳小姐 發現續產會要做這個生意 趕快叫他的媽媽秦雨喬 成立一家超市公司 然後去做續產會的生意 那為什麼續產會可以容許這樣事情發生 這中間的圖利的問題咧 有沒有收回扣 有沒有賄賂 這要去查的嘛 第三個 那請問一下陳吉仲 林聰賢 你們當初都沒有監督嗎 我現在不講你們有沒有涉案 有沒有拿錢 但是你都沒有去監督這個過程 這過程這麼的荒謬 尤其是但這個事情是全國矚目 然後還可以在你的眼皮底下 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你不是非常失職嗎 所以從很多的面向來講 我覺得這個事情都是國人不能接受的 袁志祺現在工作要很大量 你知道為什麼 你把去年有沒有那些護航 現在還在立法院那些全部把他列出來 然後把他嘴臉你給他做成梗圖 或者你每天拿一個來修理 我覺得這很精彩 對啊 真的啊 因為這太荒謬 當時那護航 豁華到這什麼程度 氣死人了 而且我為了這個事情 我還特別是什麼 去抓巴西的源頭 你還記得那時候 當然後來因為他翻車 就拎北好游嘛 因為拎北好游是真的懂 但是因為他最後 他用一個很不正當的方式 想要下車 但其實他翻車跟 他之前踢爆的東西是兩回事的 因為這個事情 我特別去查了巴西 靠我還真的 因為在看葡萄牙文 你知道嗎 看到我到最後都 還看得懂幾個葡萄文字 以為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看它會火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葡萄文那個翻譯很簡單嘛 那只是說你看多久 就連普文都看到 就為了查這事情 你看大家做多少功課 真的很浪費人生欸 我打個岔 我打個岔 我想起來 那時候民進黨是怎麼 國民黨在罵超市的時候 民進黨怎麼說 民進黨就說 把那個超市 就是國民黨造謠啦 就是拎北好游啦 國民黨在造謠 就是這樣講的 林北好游翻車 所以他們拿這件事 去教訓幾個人嘛 其中一個就教訓黃國昌嘛 黃國昌被修理的罪財 因為黃國昌今天才幫他擔保證 然後他在現場那邊哭有沒有 隔天被抓走 對對對 所以他們後來就是用 林北好游在cover這個弊案 對 好那現在 確定 檢調就是發現有弊案了 那你當時你幫 巴斯洗地的人 你要不要出來道歉 我記得當時起地的人很多 很多啦 范雲好像也在裡面不是嗎 都有啦 這可以整理一下 這都有 我們來搜尋一下 我們來搜尋一下 大記憶回復數 你剛說 不好意思打斷你 你剛說你後來去查巴西的那個 沒有因為他當時的誇張的點是 他有好多個農場 都是在他內陸裡面 然後其中有一些 其實距離海岸非常遠 所以你當中的這個期限其實都要在扣 因為他那個期限是以巴西離岸的時間點做期限 你看扯不扯 他那有些農場是在巴西高原的內陸 光因為巴西的 從內陸到海岸就很久 鐵公路狀況很差距嘛 巴西的國內交通主要靠航空你知道嗎 就大乘大舟 因為巴西很大 巴西850萬平方公里 世界第五大國家嘛 所以他很多是靠空運 那那個不肯靠空運嘛 所以這一段我們也不知道 當時超市也不解釋啊 農業部不解釋 我就問說奇怪你這個蛋這麼貴 所以你是空運出來嗎 也沒有說 如果他是陸運的話 你想光裡面出來可能要四五天 然後又是疫區的蛋 所以他到底怎麼弄 而且我懷疑他已經綁給特地農場 那些農場也有人去查說 就是日本人經營的嘛 就因為巴西有大量日益人嘛 然後這個什麼 秦宇喬女兒吳玉飛 他就是日本的關係 他就在日本的蛋的雞蛋公司做特助嘛 所以他有這個人脈 因為日本人買巴西蛋 都是跟日本農場 日本人是非常排外的 所以他全世界他很多採購 他是跟日裔 他只跟日裔來往 所以他很多是從巴西日裔農場 因為巴西人 就日本人在巴西做很多農場 所以這裡面貓膩很多啊 那這些查出來最扯的是說 他不是用離岸價 他是用倒岸價的兩倍 他媽的 這個其實 這採取也採取得太高了 而且那個合約是完全上權的 因為後來他不是有公佈部分合約嗎 那我記得那個合約 因為我去看那個真的很扯 他那個合約裡面包含什麼 各個環節都要賺 比如說當地的運輸也是交給他們 那各個環節都要賺 所以我是覺得非常非常的誇張 所以 袁恩智今天不趕時間嘛 我們等一下多講個幾分鐘 因為我們想講黑熊 我們先把自己給講完 我們等一下留一點時間 講一下黑熊 我差不多到兩點 你到兩點 因為要趕一個攻擊 OK好 那這個等一下袁恩智要趕路了 好吧 反正超市的事情 反正總之呢 導播再幫我們帶一次 我們再看一次情欲橋 我氣死了就是要抓這個人好不好 那他女兒不回來我們就把他押著 其實該收押你知道嗎 怎麼會交保咧 他很多證據都早就被滅了啦 對啦我說 他現在調到就是這些 沒辦法滅的證據啊 那你說當時他們到底 怎麼做成這個決策 農委會續產會 為什麼會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對 你真的很擺明 就是圖利那個吳小姐嘛 沒錯 然後這個吳又 以後不會回台灣了嘛 不可能 你也辦不到他 而且你日本 你怎麼抓日本人 對啊 這是最大的關鍵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換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換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